在最新的斗罗大陆动画中 光灵斗罗差点击杀了玉小刚 光灵斗罗的兵剑直接穿透了大师的心脏 光灵斗罗这是惹上惹不起的人了 先不说唐三会不会给大师报仇 等光灵斗罗回到武魂帝国 比比东也会亲手撕了他 比比东最在乎的一直都是大师 从来没变过 这一点看过原著的都知道 如果光灵斗罗真的杀了玉小刚 比比东肯定会为玉小刚报仇 那么光灵斗罗绝对逃不出比比东魔爪 大师被冰剑击穿心脏 暗里应该是死透透了 唐三用观音类击穿千刃雪的心脏 如果那时的千刃雪不是神 那么千刃雪神仙也难救回来 千刃雪直接领合犯下陷了 可大师不是神 被击穿心脏的他要如何活下来呢 从动画里来看 被击穿心脏的大师并没有死掉 好像只是重伤的样子 这算是斗罗动画的漏洞了吧 心脏被击穿 连成神的千刃雪都差点领合犯 大师是如何躲过这一节的呢 我能想出的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大师的心脏是在右边 正常的心脏都是在左边 只有这一个解释才能解释得通 大师只是被击穿了胸膛 只有这样大师才有活下来的可能 不然这就是动画改编的一个重大的漏洞 也不排除动画想献祭大师 从而激怒唐三 迫使他紧快成神 逆风翻盘 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胆的猜想 对此你怎么看的